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花哨里边你除了羊羊之外还对神的印象比较深刻 宁静啊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我们贵阳人的性格 对 泼辣妹子 你跟宁静有认识吗私下 不认识啊 但你怎么看喜气 挺好的啊 都行 说真的都行 那就是 就是现在第一个刚生完不久 然后马上又怀了第二个 然后会不会心里边也窃喜说老娘真是太能生了 哪有窃喜啊 都累死了 感觉自己怎么那么能扛啊 让何杰一举成名的超新女生 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十年中有过多少心酸泪 有过多少悲欢离合 让我们放出颜值超感人的小便 与何杰一起回过超女十年 回头再去看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赋予我全新生命的一个开始的地方 你觉得在这十年里经历过最艰辛的事情是什么 哎 最艰辛的事情 其实现在想起来都不算艰辛啊 我觉得现在我能养孩子 并且我将来还要养两个孩子 那些事情已经不算什么了 所以你和当年就是在超新女生的时候 那一届的朋友们到现在还有哪一届 有有有 联系的比较多的是 黄亚丽应该算多的吧 然后亮影 耶倩 对 可以啊 花哨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可以去玩 那如果说你想 让你邀请你参加花哨的话 就比较期待有哪两个少年和你一块去 都可以啊 有没有最期待在娱乐圈里边 最近有这么多的小亲友 李一峰啊 张艺兴啊 什么各种 有没有最期待的某一个小亲友 可能我是对大叔款的比较感兴趣 那你最期待的想要有哪个女生 你参加花哨的话 姜丽大夫吧 好了 趁气魂这么丧感 我要赶紧活跃一下 最后让我们盛情邀请这位 威胖界的女生 跟广大夫女们分享一下 生完孩子之后 究竟要如何瘦身 我觉得目前来说 大家给我这个称呼 已经算非常非常爱我了 我觉得我现在是 元球界的女生好吗 受不下来是假的 对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受 一定要去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你才能受得下来 对 猫果老新闻 你就是我的风景 又胖了几斤 八达 Can you feel it 7月2号 宣布少女在长沙举行 开播发布会 现场腿冬的腿冬 深情相拥的深情相拥 尽管 呃 话风好像有点不太对 不过 最引爆现场的 还是辣妈和杰的出现 更生完不久 这又怀上了 顶着幸福的大肚多 再者恨天高 完全看不出 已运眨三年的印记呀 这样呢 我这些两千上票 好不好 我应该能处得不太好 大家是 两千之后还是主歌 小哥 然后听 大爷 你们对一个训练 太残酷了吧 好吗 你走 我总是可爱的 对 好了 不管怎么说 总之本小平 就是步入了 这位妈妈的怀中 展开了一场 很是犀利的独家专访 别问我有多犀利 你看就造了 最近在看花哨 所以比较欣赏羊阳吧 那 为什么欣赏羊阳 就挺可爱的 所以 在花哨里边 你除了羊阳之外 还对谁的印象 比较深刻 宁静啊 因为 因为 他的性格就是我们贵阳人的性格 对 泼辣妹子 你跟宁静 有认识吗 私下 不认识 挺好的 都行 说真的都行 那就是 就是现在 第一个刚生完不久 然后马上又怀了第二个 然后会不会心里边 也窃喜说 老娘真是太能生了 哪有窃喜啊 都累死了 感觉自己怎么那么能扛啊 任何结一举成名的超新女生 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十年中有过多少心酸泪 有过多少悲欢离合 让我们放出颜值超感人的小面 与何杰一起回顾超女十年 回头再去看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 赋予我全新生命的一个 开始的地方 你觉得在这十年里 经历过最艰辛的事情是什么 哎 最艰辛的事情 其实现在想起来都不算艰辛啊 我觉得现在我能 我能 我能养孩子 并且我将来还要养两个孩子 那些事情已经不算什么了 所以你和当年就是 在超新女生的时候 那一届的朋友们到现在 还有那一届 有有有 联系的比较多的是 黄河丽应该算多的吧 然后亮影 叶倩 对 可以啊 花哨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可以去玩 那如果说你想让你 邀请你参加花哨的话 就比较期待有哪两个 少年和你一块去 都可以啊 有没有最期待 在娱乐圈里边 最近有这么多的小情人 李一峰啊张艺兴啊 什么各种 有没有最期待的某一个小情人 可能我是 我是对大书款的 比较感兴趣 那你最期待 想要有哪个 你一块 啊 江丽大夫吧 好了 趁气魂这么丧感 我要赶紧活跃一下 最后让我们盛情邀请 这位微胖界的女生 跟广大妇女们分享一下 生完孩子之后 究竟要如何受身 我觉得目前来说 大家给我的这个称呼 已经算非常非常爱我了 我觉得我现在是 圆球界的女生 好吗 受不下来是假的 对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受 一定要去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才能受得下来 对 芒果老新闻 你就是我的风景 又胖了几斤 八达 Can you feel it 比 forms 让开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